我们都知道防风贝就是香柳 除了小妖见过香柳的真容 其他人都没有见过 所以大家不会把香柳和防风贝联系在一起 小妖一开始怀疑两人是同一个人 后来也打消了这个怀疑 香柳给人的感觉非常高冷霸道 而且总是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动不动就吸血掐脖子 但防风贝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 风流多情幽默风趣 女孩子非常的温柔 情话连篇很会撩人 第一眼看见小妖就说出自己一见钟情 死缠烂打要交给小妖见数 香柳就是要以防风贝的身份 去守护在小妖身边 让她有自保的能力 小妖跟防风贝在一起非常开心 甚至想主动往前迈一步 只要防风贝表白 小妖一定会同意 可是防风贝跟香柳一样的克制 小妖没等来表白 却发现了真相 深夜一个男人闯进小妖的闺房 小妖下意识地保护自己 男子摘下面具竟然是防风贝 小妖把她藏进被窝掩护她 受重伤的防风被露出了疗牙 小妖这才知道她就是香柳 把自己的手腕伸给她 允许她吸血疗伤 防风被吸完血 为小妖吃下玉髓止痛 两人同床共枕躺在一起 小妖到第二天的中午才醒来 香柳却满眼宠溺地看了她一个晚上 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又暖又幸福 可惜两人注定无法在一起 一起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吧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 谢谢